哈囉!草莎們! 今天這集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從台灣非德國柏林的經驗 我是在今年二月初搭乘土耳其航空在伊斯坦堡轉機 我簡單整理一下觀眾在我留言區還有私訊我IG的一些問題 那希望今天這支影片能夠幫助到即將要出國的你們 那首先呢第一個就是大家最關心的 到底要不要提供PCR陰性證明呢? 德國目前現行的規定是 如果你沒有完整接種疫苗證明的話 就必須提供PCR陰性證明 那完整接種疫苗到目前的規定都是兩劑 以我來說我在台灣有先去衛福部的官網 下載一個這個數位疫苗接種證明 然後把它列印出來帶在身上供德國海關查驗 再來我在台灣先跨區下載一個德國的APP叫COVID PASS 那這個APP下載之後呢可以把這個QR Code導進去 所以在入境德國海關的時候 你除了可以出示這個紙本 也可以出示這個APP上面的QR Code 另外其實呢我還有去醫院的旅遊門診 申請小黃卡的英文版本 那在這邊跟大家說不用浪費時間去申請這個了 有數位疫苗這種證明就完全夠用了 還有那時候因為我在土耳其轉機也很擔心說 到底是不是需要PCR陰性證明 那在這邊也跟大家說 在土耳其轉機是不需要這個PCR陰性證明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就是 只需要這個數位疫苗接種證明 然後記得把它印出來帶在身上 一定要保險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是有關轉機流程的部分 轉機的話大家不用擔心就是下飛機之後就跟著Transfer的指標走 會先遇到檢查行李的那一關 那檢查行李完之後呢就會到那個轉機大廳 那轉機大廳有一個非常大的電子看板 你就要隨時注意你的登機口的資訊是不是有公告了 以我那時候來說我的轉機時間本來表定三小時 那因為飛機提早一小時到 所以有四小時的時間 然後那時候是大概在搬機起飛的前一個半小時 登機口的資訊有出來 那登機口的資訊一出來之後呢 你就建議大家馬上就是到登機口那邊等候 以免錯過班機 然後這邊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醫師探保機場呢 它只有免費提供Wi-Fi免費的一小時 所以大家可以先下載幾部Netflix的影片來打發時間 然後這邊也要提醒大家就是 醫師探保機場呢 它兩個登機口離得很近 所以可能你旁邊的那個登機口排隊的人 少會擋到你的登機口 所以要隨時的注意你的那個航班 就是已經在boarding 了 才不會錯過班機 那順利轉機之後呢 就入境德國啦 那我這邊幫大家簡單整理一下 幾個海關可能會問的問題 還有你可以怎麼回答 那首先第一個海關最常問的問題就是 你來這邊的目的是什麼 你可以來說在這邊念書旅遊或是工作 那第二個是你預計待多久的時間 那就根據你實際的狀況去回答 還有你會預計待在哪邊 那你可以說你的飯店的名字 或是你暫時先跟朋友住 然後之後會另外找一個新的公寓 還有可能會問說你的職業 你的專業是什麼 還有你是自己一個人來呢 還是跟家人朋友一起來 那一樣就是依據你實際的狀況去做回答 那海關通常不會太刁難 以我的情況來說 他只有問我說你的來這邊的目的 還有你預計待多久時間 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簡單的經驗分享 那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還有最後一個小提醒 有關德國目前口罩的規定是 你搭乘大眾運輸一定要帶FFP2口罩 也就是台灣的N95 所以大家一定要帶一兩個FFP2的口罩在身上 好那祝要出國的你們一切順利囉 掰掰 掰掰